五期神龍市 台灣新文明 還有另外的觀眾大家好 今天我邀請到台灣的歷史名城 有400年歷史的新北市 以前叫淡水鎮 現在叫淡水區的龍會總幹事 高中總幹事 歡迎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謝謝 我們今天 明天要進行兩講 來介紹淡水龍會 以及淡水的龍業史 我們來看一段歷史 現在應該走過 應該有400 淡水瓜農林建訊 掀開一層一層的網子 裡頭露出來的 竟然是半個人高的巨無霸大南瓜 一個月完了 這小顆也比了 但是好像真的比了 這個還算小喔 這個是小 這個 這個三分之一而已 三分之一而已 現在三分之一而已 不斷強調 目前南瓜還只是算小北梨 翻開林建訊的種瓜史 曾經種過903斤 相當於540億公斤的 超級大南瓜 得出動起重機才能搬動 淡水瓜農 每年盛世 就是六月的南瓜節 就看哪一戶人家技術最好 能種出最大又最重的瓜 我跟你講我怎麼照顧 聽起來你會覺得很誇張 這二十幾坪的土地裡面 一顆用了12包 360公斤的有機肥料去打底 因為它不能曬太陽 因為它皮膚很細 你太陽直接曬的話 它會曬傷 我們台灣會經過一個棉椅劑 所以你看我附近的水溝 今年都挖得很深 去年差點被游到台灣海峽去 然後今年都全部 整個都準備得很好 一整個溫室只種一顆南瓜 林健遜除了搭遮羊布 給南瓜吹電風扇 甚至連護城河都先挖好 整個溫室彷彿是 專為南瓜設計的私人別墅 當小孩子小baby一樣 很保護的 真的很保護的 但我跟你講 這段種南瓜期間 半年不會出門 為了南瓜節 淡水瓜農無不使出渾身解數 另外一頭 人氣南瓜打卡景點 已悄然登場 五顏六色的南瓜高高旋起 如同彰燈結彩的小燈籠 很難想像夢幻的南瓜隧道 竟然全是出自於 這一位70歲的阿嬤之首 拉這個桌子抬起了 然後小孩去抬頭抬 抬頭抬頭抬 與一般地面採收的南瓜不同 謝檢素阿嬤是拉起南瓜藤 一根一根順著骨架排列整齊 等待職業茂密結實累累的那天 就會成為一座一座 綠意盎然的南瓜隧道 中間有幾千張這樣 看得是好漂亮 也是辛苦 可是也值得 看起來也是好漂亮 謝阿嬤不僅打造 非常美麗的南瓜隧道 跟大方開放遊客免費參觀 近幾年還成為新興的 網美打卡熱點 一個月吸引兩三千人 來此拍照留念 人家叫我新北阿嬤 大家都說我很親切 像是人家來 也會跟人家 人家開港 也會跟人家開港 也會跟人家開港 也很辛苦 淡水是新北市生產 南瓜最多的地方 遊客不僅能到農園參觀 還可以品嘗各式各樣的 南瓜料理 而許多令人想像不到的 創意伴手禮也鬱鬱而生 103年我們研發 我們南瓜麵 104年我們研發南瓜龍湯 105年我們研發南瓜麵線 106年是南瓜米粉 107年是南瓜冬粉 7年的話是我們那個 紅藜麥起司餅 那今年我們預計是研發出來的是 南瓜那個燕麥粥 光是一款南瓜餅 半年時間就熱銷260萬營業額 開創獨特的南瓜商機 打破一般人對淡水的刻板印象 不再只有老街或是小吃 美麗的田園 勤奮的農友 或許才是淡水另外一種 真實的樣貌 很難想像 在四五十年前我大學時代 到淡水去 絕對沒想到南瓜跟淡水街 等一下會來談 你看那個金龜阿嬤的 自然束縛的笑容 我還是請教高總幹事 淡水它的地理位置 它人文景觀 以及重要的農產品是什麼 淡水它是好山好水好休閒 它位在我們台北盆地的西北方 緊淡淡水河 面對的就是觀音山跟台灣海峽 我們北海岸的起點 也就是從我們淡水開始 淡水具有400年的一個歷史了 淡水裡面有30個我們的古蹟 有大家耳熟人祥的猴毛城 小白宮還有領事館 那早期的時候淡水 我們稱它叫護衛 火衛 火衛 火衛對 因為它是我們的北部 重要的港口 所以說它帶來我們淡水的一個繁榮 淡水它目前有一個行政區 大概42個里 它目前裡面大學有5所 高中有3所 國中有5所 小學有15所 人口超過18萬人 淡水因為是在雙北的一個邊垂地方 它既有都市的一個競爭環境 也保持有一個農村的一個風貌 淡水早期的話 就是在種那個茶葉跟稻米 那稻米曾經 淡水曾經是台北縣 就是新北市的一個米倉 那我記得我在73年到農會的時候 每當繳交稻谷的時候 那個車隊是連連兩三公里 可以說那個盛況是 盛況空前 那淡水的農業政策 受政府兩個政策來改變 第一個政策就是說 民國80年的時候 房價高漲 那無殼蝸牛 夜宿中校東路 政府為了評議房價 所以在淡海新市鎮 推出1700公頃的淡海新市鎮 從此的話淡水的良田變為住宅區 但是也造就淡水農民的富有 這是第一個政策 那第二個政策的話就是 政府為了加入WTO 開放稻米的一個進口 所以國內的話稻米他要減產 所以他在86年推動了一個 水漢田的調整計畫 這水漢田的調整計畫 也就是我們政府的修耕政策 那時候農民他不用耕作 一公頃的話 他每期可以領4萬5 一年可以領9萬塊 這兩個政策 徹底的改變淡水農業的命運 從此淡水的農業 變成調整為一個休閒農業 以零星種植的 自給自足的一個方式 這就是目前我們淡水農業的一個特色 我拿三張照片 你看 這是大蘭瓜 這大蘭瓜 這種大蘭瓜我是在美國看過 但是台灣沒想到那麼大 還有這個第二張 你看這個一排的大蘭瓜 你看這個大蘭瓜 這個頭幾乎是人的十倍大 什麼時候淡水鎮 現在叫淡水區 把大蘭瓜比賽把它結合起來 變成一個很重要的人文景觀 其實淡水種這個大蘭瓜 也是配合我們一個政府政策 就是農地活化 淡水在民國94年開始的時候 開始種植這個大蘭瓜 那當時的話 我記得第一次的話 八十台金就得到冠軍 那我們最近一百零二零的時候 才開始辦理全國大蘭瓜比賽 那第一屆的全國大蘭瓜比賽 就已經有三百多金了 那我們最近一期的比賽的話 是已經九百二十五台金 足足大了六百台金 可見說融會在這段期間的推廣 已經足足大了六百台金 那等於說這段期間農民輔導 農衛輔導農民的話 技術大家都提升 那目前的話 我希望說我們大蘭瓜的一個比賽 能突破亞洲跟世界紀錄 請問世界冠軍是幾台金 世界冠軍的冠軍是一千一百九十 還要多一倍 對 亞洲的紀錄是九百三十五 那我們還有殺三百千 那我們還有殺十斤就可以破亞洲紀錄了 大蘭瓜比賽 全國所有蘭瓜運來出 你看這個是不是就像我們這照片 我們會邀請全國的瓜龍 來參加我們全國大蘭瓜比賽 全國大蘭瓜比賽 我們目前辦 這樣的辦的歷史 已經有十五年的歷史了 每年都有多少人來參觀 盛況空前的時候 我們的大蘭瓜比賽 是在淡水捷運站後方捷運站 因為那個地方是捷運站出口 每年來看大蘭瓜比賽 大概有兩萬至三萬人 那我們大蘭瓜 除了大蘭瓜比賽 我們還有食用組比賽 食用組最主要的就是來看 那個蘭瓜的口感 綿密 還有就是說它的甜度 我們最高層測到19.6度 比西瓜還甜 除了食用組以外 還有品質組 品質組的話 就是看到大蘭瓜的外觀 色澤 還有創意組 創意組的話 就是要考驗我們農民的創意 把蘭瓜打成不同的一個造型 那我們今年的話 還有特別一個蘭瓜隧道 那蘭瓜隧道的話 就是說我們將不同種的蘭瓜 種在那個藤架下面 那在藤下的話 我們有結了結石裂裂的一個 不同顏色的蘭瓜 把蘭瓜導成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特色 但是我們重點就是把我們的蘭瓜 打成為一個休閒的一個產業 我們等一下來談觀光休閒 這是從日本進口的栗子蘭瓜 能不能介紹這日本引進的品種 這個是從日本進來的 這個就是東森 那這就是黑海 那這個品種 從日本引進來以後 我覺得說這品種 在我們台灣來種的話 我們是一個技術上的客服 因為日本的話 它天氣是比較涼 比較乾燥 所以說這個栗子蘭瓜的話 在日本種的話 可能是比較恰當 但是我們透過一個技術的突破 我們這幾年已經轉到台灣來種了 但是我們目前種了一個品質狀況 甚至都還超越日本 口感 栗子蘭瓜跟一般傳統蘭瓜 不一樣在哪裡 栗子蘭瓜的話 口感會比較綿密 非常好吃 那傳統蘭瓜就比較水水的 它的甜度就沒有像栗子蘭瓜這麼甜 你們有做栗子蘭瓜比賽 怎麼促銷的 我們栗子蘭瓜的話 就是採用食用比賽 就是說請專家來評鑑它的一個甜度 還有它的一個口感這樣子 那目前的話 我們蘭瓜差不多再過兩個星期 就在盛產了 我們可以用宅配的方式 來推外銷給我們消費者 那它的產量跟品質怎麼樣 栗子蘭瓜品質 栗子蘭瓜目前在我們淡水一個產量 我們目前差不多在60公頃左右 所有的蘭瓜的產量差不多在60公頃左右 它的一個產值的話 一年差不多在100萬公斤 那個產值的話 差不多在2500至3000萬這個時間 你們讓蘭瓜升級成觀光休閒業 然後有那個蘭瓜隧道怎麼做的 蘭瓜隧道的話 最主要我們用這個蘭瓜隧道 最主要就是說希望說 蘭瓜隧道過 它用棚架架架起來 那蘭瓜種在那個棚架上面 它可以就是說避免它與地表接觸 容易造成蟲害 還有葉子蓋住它會比較激勁 請問蘭瓜怎麼料理 如果我們的家裡的媽媽或阿嬤 怎麼料理蘭瓜呢 這個我們料理這個栗子蘭瓜非常的簡單 如果我們用那個蒸過了以後 將裡面的蘭瓜挖出來 這樣直接吃就很好吃了 那我們也可以用挖出來以後 泡牛奶打成蘭瓜牛奶 是會既有非常的養生 這個新冠冠狀會員來了 那你有沒有因應對策 來推銷蘭瓜怎麼做 雖然說新冠會員疫情影響到 我們的蘭瓜節活動 但是我們新北市政府 你們有新的行銷方式 跟淡水融會就是替農民的行銷 我們態度是一致的 怎麼做 那我們這個在蘭瓜這個行銷的話 我們就是把當天的一個蘭瓜節活動 我們有些做一些調整 但是這個調整的話 變成說我們也是依照 我們榮委會所頒訂的 就是新冠會員的一個公眾集會活動 這個方式來辦理 那我們就是把當天的一個過去 在蘭瓜節前戲 我們會召開一個記者會 我們會把這個記者會 改為成媒體行銷 我們目前已經透過網路 及報章雜誌 都已經在發布我們蘭瓜的一個消息 那我們希望說 引起更大的廣眾的民眾 來關注我們這個 今天的蘭瓜節 那我們也會把當天的一個節目 做一個調整 過去節目都會邀請來賓 融會來參觀 我們這一次就簡化 那我們這一次就會 只邀請那個受獎人來頒獎 那表示說 我們對這個受獎人的一個肯定 那這個當天的一些活動 我們也都會 活動我們都會取消 那我們改放 用放音樂的一個方式來呈現 那我們也會邀請我們那個農民的話 來擺這個那個農屋市集 那我們會將農屋市集的那個空間加大 讓他們做自我管理 那最重要就是在大蘭瓜的展示的時候 我們會成期內跟期外 期內的話 我們會請他戴口罩量體溫做消毒 然後保持一個一個人的流量一個控制 那期外的話 我們會請他說做那個社交距離 保持一個安全距離 請問總幹事有沒有以南瓜為主的 南瓜觀光休閒以及南瓜隧道 邀請大家參加好嗎 我們南瓜的休閒就是 目前推出一個南瓜隧道 那我們南瓜的隧道 我們的那個從現在開始 就已經開放給我們民眾去參觀了 那我們這個南瓜隧道 我們的岩阻也特別叮嚀說 氣的時候 我們不要去觸摸到那個南瓜 那我們腳踩的時候 我們不要去踩到它的根部 避免影響到它一個成長 現在參加的人數怎麼樣 有沒有受到疫情影響 經過往年的統計的話 我們每次南瓜這個開放的時候 都有達到差不多五千人來參觀 但是它的開放期間 因為它南瓜很容易受到白粉病的那個傷害 所以說它開放期間差不多一個月左右 所以現在還在開放期間 現在是開放期間 好 我們鼓勵大家到淡水參加這個南瓜隧道 是不是請總幹事來介紹 在我們前面這些以南瓜為主的加工產品 請 好 淡水融會就是以我們的自創我們的品牌 以富偉來作為我們一個品牌 那我們在選這些產品的廠商的時候 我們非常的嚴謹 那積極的來創新我們這些南瓜系列的產品 從103年起我們就開發這個南瓜麵 南瓜麵除了一般的煮或是炒的話 那我們可以用一個簡單做法 就是開水煮了以後滾 撈起來 加入適量的一個醬油跟香油跟蔥花 就簡單的就是南瓜拌麵 那在104年起我們開發這個南瓜濃湯 那這個南瓜濃湯 除了上班人用蔥泡以外 那我們也可以用開水煮 滾的時候加一顆蛋 然後放少許的蔥花 就變成澀香激味的南瓜濃湯 我們試喝一下 我試看看味道 我這邊有這個就是南瓜濃湯 比一般西餐廳的更濃 更有料 那怎麼做到 那我們這個南瓜的話 我們是完全是自然不添加任何的 色素添加物 是不是開水這樣泡就好了 它可以用簡單沖泡就可以了 沖泡就好了 所以是適合早餐還是西餐 適合早餐 那我們這個可以適合上班族 用簡單的沖泡就可以來享用這個南瓜濃湯 非常可口 好喝 這個不下於西餐 義大利菜或法國菜來南瓜濃湯 所以說這個我們目前賣得非常好 熱賣商品 對 年產值多少 年產值的話 我們這幾項產品 到目前加起來 已經賣了2000多萬了 2000多萬 那不得了 對 還有這個起司餅乾 起司餅乾的話 是我們108年新開發的起司南瓜餅乾 試看看 這個餅乾 因為它是既有養生 因為它餅非常的酥脆 加了那個紅藜麥 以後更養生更健康 所以說這支餅乾 是目前我們銷售最好的 它得到我們108年 我們的那個最佳農村伴手禮獎 這比一般的餅乾 還有好吃 對 而且它會 加入南瓜是不是 對 我們有放入南瓜粉 但是我們不放色素 不放任何一個添加物 黃五劑 而且我們這些廠商的話 都是有食品檢驗 也有ISO認證 通過這樣的認證 我請問你 你在總幹事那裡 怎麼每一年都推出 這個不同的產品 你怎麼研發出來 是跟學校合作 還是跟產業界合作 怎麼研發出來 我們從103年到108年 每年都開發一支產品 淡水融會是目前少數 有辦法說每年開發一次產品 而且目前還在市場都在銷售 我們做的開發這些產品 我們都是非常嚴謹 積極的來開創我們這些新產品 我們都是跟廠商來合作 而且我們找的廠商的話 都是台灣最大的一個龍頭廠商 比如我們這個米粉的話 我們是跟虎牌米粉合作 我們的東粉是跟龍口粉是合作 像我們這個南瓜龍湯 它是跟廣集合作 它都是在國內 都是佔有一定的食品地位的廠商 像你的米粉還是冬粉 都是一般做法就可以了 請告訴家庭廚房 媽媽姐姐怎麼做 我給各位介紹一下 這個南瓜米粉的話 它這個南瓜米粉要好吃的話 當初廠商有跟我們建立 它的米含量要超過50% 我們這包米粉的話 是超過55% 所以說它吃起來的話 是非常Q發有嚼勁 而且這包米粉 我們還得到行政院農委會的 一個百大精品的入圍 所以說它一般的話 你用炒的話 或是用蒸的 然後再加醬料的話 就是非常好吃的一個米粉 冬粉讓它住 冬粉 冬粉的話我們當初那個龍口的老闆 跟我們講說這冬粉要好吃的話 鹽料要做一個調整 所以我們將裡面的玉米粉 調整為那個綠豆粉 所以吃起來的話 是非常的Q發有嚼勁 冬粉的話 一般就是我們用炒的也可以 或是我們用燙一燙的話 來拌我們的一些肉醬的話 那就會成一個很簡單的一個 好吃的一個食品 所以各位到淡水 小鎮風情伴手禮 這些都是熱賣商品 感謝高總幹事 介紹一個非常成功的 融會的經營故事 我們下一講要請教 行銷端怎麼做 有那麼多的產品 還有包括你們 還有茶葉稻米 怎麼做行銷 我們下一講 好 請教總幹事 謝謝您